现在全中国到处都有探头 让整个社会几乎都处在了监控之中 当然,这阻止了一些犯罪的发生 在交通道路上,它也为交通管理贡献了力量 我们知道在高速路上都有一些电子探头进行区间测速 以此监督司机们是否超速 但很多被开罚单的司机 都抱怨自己并没有超速却被罚款 这个区间测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区间测速的原理 许多车主以为只要经过电子探头时 减速就不会被测出超速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区间测速是指在一段区间内的平均速度 如果这个平均速度大于该区间的速度值 那么系统就会判停超速 其实就是在区间两头都设置监测点 通过摄像头的探测 可以捕捉到你车的信息 在车辆管理中心 这些都被显示到LED大屏幕上面 比如说30公里的一段区间限速 是每小时120公里 那么你正常通过这个区间的时间 至少是15分钟 一旦你的车在15分钟内通过 那么就会被判定为超速 当然了 不仅仅是区间测速 还有测顺时速度的探头 并用的还有固定测速 流动测速 GPS测速 说了这么多 怎么样才不会被拍到呢 只有一个办法 按照正常规定的速度行驶 别以为高速路只有限制最高速度 还会限制最低速度 如果低于最低速度同样也不行 那是归宿车 同样也是会有罚单的 在高速路上 超速或者是归宿车 都会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为了确保安全行驶 还要按照规定来 行车安全没有捷径 要对自己和家人 以及道路上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 毕竟实际好事可能都难以抵消一件坏事带来的影响